大家好,我是Chuc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五凌晨,歐洲聯賽分組賽繼續有好戲上演 B組的白禮頓會在主場迎戰阿即時 多線作戰的白禮頓近期表現明顯欠佳 不過阿即時受到內憂外患的影響,近況亦非常之差 兩隊哀兵相遇,好大機會會打和 白禮頓在英超開局時表現不錯 甚至第二輪之後衝上過榜首位置 不過球隊近期受到歐戰影響 多線作戰導致他們兩頭不到岸 白禮頓在英聯盃第三圈就被車路士淘汰出局 隨後反對聯賽1比6,慘敗給阿士東維拉 雖然面對馬賽、利物浦以及曼城的比賽 都能夠取得兩和一虎 但連續五場各項賽事不成,陣內球員的士氣跌到落谷底 白禮頓在歐洲聯分組賽出事形勢並不理想 目前只有一分 排名B組佔底位置 搞到這樣,好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經驗不足以及後備深度不足 兩場歐洲聯比賽失作五球 球隊防守形同虛切 上輪分組賽獲得的一分 只能夠算是行運成份比較大 那場憑著早基拉比賽 最後時刻攻入十二碼才能夠連追兩球攀平比數 要留意的是,白禮頓近四場各項賽事在上半場至少失兩球 球隊開局注意力明顯不夠集中 就算今仗面對狀態低迷的亞積士 白禮頓亦是難有取勝的把握 他們能夠保住一場和局已經算是心滿意足 至於另一邊,試問誰會想到河甲歷史冠軍次數最多的隊伍? 又在過去五個賽季獲得三次河甲冠軍的亞積士 目前在聯賽排名上只能排在倒數第二位 今季歐洲主流聯賽最失意的隊伍無疑就是亞積士 在上輪聯賽不敵烏特勒茲 之後他們的領隊莫里斯、史迪、職因就宣佈沒得努 目前由助教馬道勞擔任代理領隊一職 其實今下解僱總經理雲達莎之後 亞積士內部就出現問題 賣走隊中多位實力猛將 以至於球隊陣容變得青黃不折 實力下滑,變成不爭的事實 雖然陣內還有攻擊手貝維恩作為核心攻擊點 但無奈,防先實在若不耐風 過去六場降賽事失了17球 今次作客,同樣近放差的白麗頓 亞積士應該無力止退 五球隊應該要獲得一分為首要目標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